好 廣播女神話我聽 謝謝 我們剛剛花了一些時間 錄了一集很廢的東西 我覺得不廢啊 真的嗎 因為很多的東西是我沒有過經驗 所以你等於是在聽一個新經驗的感覺 對啊 好 我們現在在講的是上上了禮拜的耐良級數 耐良嗎 本來不是京都嗎 怎麼耐良變主角了 怎麼會這樣啊 真的耶 就本來是京都你就是真的去過生活 有時候我覺得你在那邊就像很多人問我說 你去青森港也怎麼樣 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你就是在那邊很慢的過生活 我在那邊呢 看完了魔鬼的計謀 很讚耶 很棒耶 好了 我們今天要來回信開心的馬信十分鐘時間 我是歐馬克 我是瑪莉 歡迎你可以把你的人生啊記錄下來用手寫的方式喜怒哀樂 這就是你的數位數洞 你也可以把這裡當成解憂雜貨點 今天第一封信 我們那天呢收到一個很重很重的箱子 我甚至不知道櫃台妹妹扛上去的時候腰有沒有閃到 我想說你面是什麼呢 你好 我是來自台北的米糕3.00 我漢推跟我入教朋友我們搶到了精神損害2.0演唱會的票 期待 可是我們太晚買了 所以買到一前以後的位置 很期待可以見到你們 你們有沒有吃過大橋頭銅仔米糕呢 但因為當阿B哥需要冷藏怕你們不方便 所以我寄了大橋頭當阿B哥的蘿蔔辣椒 如果不會不方便請大橋說出來讓我聽到 可是因為要冷藏我們真的會 因為現在不好意思讓電台冰我們太多東西 所以沒關係 但很謝謝你送我們蘿蔔辣椒 他說這個可以讓不好吃的食物變好吃 那他想要打個廣告 他希望未來他有機會成為救世主 但他還沒有告訴家人 所以這個米糕 是他們家的 他是二代貴公子 對啊他說如果你想訂購這個辣椒醬想優惠 這邊提供典友的專屬賬號 所以大家如果你本來就是很喜歡吃蘿蔔辣椒這種沾醬 把不好吃的食物都可以變好吃的話 你可以搜尋小老鼠764WHYXB YXB YX764YXB 好的感謝你的那個蘿蔔辣椒 你記得非常多給我們 然後他的確外觀看起來是 好吃的 很好吃 就是很增加食欲的感覺 這是我第二次出國 第一次自己出國自助旅行 一周在墨爾本 一周在布里斯本 一路上遇到不少旅辦 尤其受到香港人的幫助 感謝Alex牽線讓我可以跟典友Shane一起去Philip Island看企鵝 跟你們分享我這趟旅程很喜歡的亞拉河畔 可能沒有South Bank Riverside舒適 可是卻因為有人可以一起去走走看看聊聊天 讓我印象深刻 七年較萬歲來自於西野的明信片 這邊呢也有三張明信片 我是妹妹推剛才認識你們的 多虧有她 讓我的研究所後半段有你們的陪伴 非常感謝 她想要 因為感謝妹妹想要幫妹妹推一波 她的軟陶飾品 陶不是 陶 陶花 陶花的陶 是那個陶楚的陶 叫做first and second 第一和第二 或是IG可以搜尋12點Designs 真的很可愛唷 第二張是 馬克馬力豪 我姓屎 屎 甚至是屎王的屎 今天是在日本的最後一天 哇 我在期待 可以在京都遇到教主 欸 京都完全沒有人來找我欸 我想想看喔 在出機場的時候 有一個人來找我 然後可是因為那個是在通關的時候 那應該是不能拍照的吧 嗯嗯 我就說 可能出去了以後再說 出去以後我就 就不見了 對對對 你是不是以時速100跑走 沒有啦 我在那時候也很慌張 我也在想我要怎麼樣進去市區啊 我要分享一下早上去玩天橋立 晚上回到京都 因為這次跟女友沒有太多購物的行程 所以就選這天晚上 然後日本的服務 Q 唉唷 有訓練喔 有嗎 欸有啊 剛剛是有的 欸 Q結尾 喔 他Q 喔 了解了解 我有意識 喔 好好好 所以呢 日本服飾大多是八點關門 我們就分頭去找自己要買的 還好都有買到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太放鬆 突然屎在滾 而且到門口 阻止了五次 叫他回去 摳摳摳 大便在敲缸門口 然後我就在京都街頭奔路要找地鐵下去 後來終於坐在馬桶上 當時想起了0.38就笑出來了 想說我要跟女友來寫信 哈哈哈哈 下一個也是跟日本有關的 是雞湯爸爸的明信片 第一次來沖繩 一直聽說日本的麝香葡萄很好吃又便宜 只要看到超市有賣一定會買一串到民宿吃 真的CP值很高 另外沖繩和牛超級嫩 入口即化 以及勇望夢夢超好逛好好買 下次一定要再來逛街 沖繩的那個勇望夢真的是蠻好逛的 我的印象中 就是女生你要買一些服飾什麼的 裡面都有 Dear Mary and Mark 今天在整理房間的時候 我找到了我曾經想要攤牌寫的信 至今我依然沒有勇氣給出 我也仍然還在這段關係當中 從一開始的悲劣巨痛 到今天我只看自己想要的 偶爾夜深人靜會大哭 參與朋友的婚禮會心酸會羨慕 但還是安慰自己 她在身邊就好了 好委屈喔 真的 不知道會有離開她的一天嗎 因為目前的離不開 我不想再知道她的秘密來傷心 我只傻傻的在度過每一天 在開心與難過中的生活 希望大家可以開心每一天 我也要努力開心 By Miss B 前一陣子我在YouTube的社群上面問了 你們聽馬克星香的時候 會聽到最後那個結尾一點點 小小的音樂嗎 其中有一個選項就是 我已經有一陣子沒聽了 不會那是第一名多吧 我就看到有些人的回覆是說 就因為你們的信太負能量了 會影響到我 我真的要跟你們保持點距離 這一封信就有點 就是我光念就好心酸喔 他的這一封想要攤牌的信 嗨 姬先生 很抱歉用寫信的方式告訴你 我怕面對面會說不出一句話 首先要跟你道歉 對不起 我擅自看了你的訊息 我沒辦法再假裝了 人到現在 我依然希望是你陪我到最後 每當看到老爺爺老奶奶牽手 互相陪伴的畫面我都不禁想像 深深的相信我們會像他們一樣陪伴彼此到終老 而這個期待越強 我的難過越大 但我也問自己 會不會其實你不快樂 這一切不是你想要的呢 我想知道你和我在一起快樂嗎 這些是你想要的嗎 我希望你開心 如果在你心裡我已經不是你未來那個重要的人 請你誠實的告訴我 我會不吵不鬧安靜的離開 哇 太卑微了 不吵不鬧安靜離開 你連攤牌的姿態都這麼低耶 這段時間想了好多 一段好的關係是需要互相經營才會長久的 我想請你幫我一個忙 請認真的 好好的考慮我們的關係 不論結果是什麼 我都不後悔與你相遇 謝謝你曾經的疼愛 謝謝愛過我的你和我 謝謝你成為我的幾分之幾 我會等你跟我說答案來自於Miss B 一個旁觀人 一個旁觀者來說 就是這個把自己放在一個被動的地方 真是不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式 當你遇到了一個問題 你發現些什麼 有些新的發現 那你想要知道答案 你就直接去問他 然後你不要說 請你想好 想清楚給我答案 你可以去問到你想問 你想得到答案之後 你回來自己好好想清楚 然後由你去給出這個答案 我覺得人生還是放在自己的手裡 自己當投手會比較好一點啦 那一直當捕手 接人家的球很辛苦啊 因為你不知道對方要投什麼球 他貢獻了韓還1000元 這是不是今天的最後一封信啊 yes 他附上了50元的港幣 哦 好少看到綠色的 我是上次投訴男友 只叫我們家性別教育 刮殺事件 看奶頭的那位 他想要重新刺名 但其實那個事件 上次這封信 我已經沒有印象了 總之呢 我跟男友分手 在中秋節的時候 我發現三觀不合真的是消磨彼此的愛 我很想要把他跟我之間有摩擦的事蹟 讓你們來點評一下 雖然我已經跟他說分手 也斷練三天了 對啊 那我們還要分享世界嗎 你都已經分手了三天了耶 你還要知道這些事情嗎 啊 因為現在我們都在回很新的信 所以說不定他們 很快可能又和好 我們把他講出來 讓他知道你真的不是 算了 我們要當這種壞人嗎 你自己聽一聽啦 會不會你協受憤怒 你自己覺得 你們三觀不合的地方在於 因為我朋友生小孩 就問我說 什麼時候有空 我送明月禮給你啊 我就想 說人家明月禮 那我要送一些回禮嘛 我就跟男友在全聯看 有沒有母嬰用品 男友就說 欸 不要買太貴的喔 600到800就好 那個錢拿不回來的 我心裡想 會計較CP值 對 我不想買垃圾啊 我也不想隨便買啊 那我現在就先不買 我隔天自己去看 我後來我跟男友說 反正我付的錢 回禮就是一個祝福 一個心意嘛 YES 不是用錢來衡量啊 當然我也不可能去 把腫臉充胖子 用個八萬八斤 快還去給他這樣子 事件二 有一次跟男友 還有他的朋友小卓 喝太猛了 不太冷靜 回家時我們順路 是一台taxi 他在家裡樓下 把我放下 那我回家之後 馬上洗澡睡著 沒有跟男友 簡訊聯繫 隔天早上找他 他不理人 發脾氣到下午才說 你都沒有報備 你回到家 你怎麼證明 你已經在家 請你找管委會 調監控畫面來看 我覺得很羞辱啊 但我還是照做了 OK 最後傳LINE給官員會 然後怎麼 男友才放過我 這個我給過 你說 對啊 因為你平常要求別人報備了 結果你自己出去玩斷片 就是你沒有為你自己的行為負責嘛 啊 那你憑什麼用一個雙標載的態度 在這段關係當中呢 他有說他要求對方也要那個嗎 你說報備嘛 如果他都沒有要求對方的話 那我就覺得OK 接剛剛那個事件喔 男友中秋節回鄉下跟親戚過 大家在A親戚家烤肉 但最後會去B親戚家睡 那我們平常睡前會視訊 想說啊就不要再視訊了 我就OK啊 那你可能到親戚家 最後你要睡的那個地方 會訊息我吧 對嘛 你看他就 從12點半左右 等到3點多沒有動靜 我就打給他 他才悠悠的說 我到了到了 忘了跟你說 對不起 我現在跟親戚喝酒聊天 我就原地爆炸 請找親戚的管委會VCR 證明你在跟親戚聊天 沒錯 我的case 我有給一些proof 那你的case呢 你是不是也要do something 他的回覆是 我不會安撫你 我不會照做 這沒意義 你只是在發瘋 我個人定義此等事件 叫做雙標 雙標 沒錯 這個男的雙標 反正呢 小地方小事件的吵架 不順每一句 我現在逃避 跑到香港去找我朋友 然後順便想用21天 改一改我的習慣 我想要坐實 他已經成為我前男友 這件事情 好 不曉得回去的時候 分手心痛程度 是不是已經降低了呢 也希望我不會心軟回頭 希望我apply的新工作 可以順便拿到offer 對他也再無需憐憫 By the way 我有在香港充你們的流量喔 讚耶 朋友問說如果他的YouTube 買了premium 是不是沒有幫助呢 對啦 的確我們的錢會變比較小 可是重點是 我覺得你還是要以自己 看得開心比較重要 因為現在啊 YouTube啊 他開始會抓那個 adblocker嘛 就如果你是有那個 廣告阻擋程式的 他會直接告訴你說 不好意思 你現在不能用了喔 然後我就看到這個以後 我就覺得 哎呦 難道是上天的旨意 要我不再用YouTube了嗎 哎呦 所以我覺得這一招是個險招啦 對啊 就是會用adblocker 然後他可能就是YouTube的 重度使用者 因為YouTube可能有時候 廣告太多了嘛 尤其那個時候 你知道這什麼嗎 你知道這什麼嗎 你知道這什麼 就是那時候太煩 我裝了adblocker的 那如果未來又有這種 他狂砸錢 然後做那種 很出自爛造的廣告的話 這真的 好像必須一定要丟premium 或是必須要VPM 樂區去土耳其 或是印度 如果你在乎那個premium的錢的話 但如果啊 你在日本看廣告 你就覺得超爽 日本廣告超好看 真的 不是我還在說 真的好看到瘋耶 沒錯 每一個我就想要看 音樂節奏 然後畫面造型都讚 是的 希望我們所有的 廣告從業人員 媒體從業人員 也包含我們自己 都可以努力向上 做出好看的廣告 拍出或是說出 好聽的業配跟圖文 讓看的大家 就算被無情工傷 也都看得非常的開心跟快樂 謝謝大家